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修台湾即时给我送过来的U盘 之前有网友怀疑我,说我在虚构事实 其实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啊 维修最重要的还是讲究真实性 虽然我的视频上有一些搞笑的成分 但真的没必要做半点虚构啊 我感觉拍视频最骚脑的地方 还是要怎么给大家找到笑点 盘从哪里来我就说哪里嘛 毕竟我也是有正规报关纳税的 正面咱们就不看了 就是非常普通的挂号邮件 因为之前投递的时候我不在家 于是邮递员就把我这个信件 放到了两个街区以外的邮局 这是我下午冒着35度的高温取回的 当地的同行说 这一个主控它会发热 咱们给它把把卖 这个开机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先看一下电流吧 上电电流一下子就冒到了0.85安 咱们来看一下 果然没错 主控在发烫 颗粒看着还好 咱们先把这一个主控给它干掉 现在上电已经不会大短路了 刚才这一个主控它是一下子就冒到了100多度 这是一个3S的6137主控 金士顿的御用主控 正品没错了 恰好我前两天 这边就恢复了一个同款调固件的金士顿 它的料板还在我这里 这个主控肯定是包好的 咱们把这个主控干上来 看看能不能轻松剪个漏 供体我已经给它装上去了 咱们上机测试一下 上机直接轻松秒杀 还好今天有供体 不需要做盘海战术 第一个轻松秒杀掉以后 咱们来看第二个 这是另一名台湾网友寄过来的 几乎是在同一天到的 根据它上面这个描述情况 说是插上电脑以后 这个灯会亮 电脑也有盘幅 但是没有空间和容量 直到某一天再插上去的时候 又能看到容量 所有消失 它怀疑是这个USB接口的问题 希望我可以轻松秒杀 那咱们先来诊断一下 是不是跟上面所描述的一致 目前我是已经给它连击了 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呼吸灯 正在亮着 但是我的电脑上 没有出现任何的盘幅 再看一次 诶 刚才我好像在拔出来的一瞬间 出现了一个分区 再试一遍 又没有了 好像出现的概率非常的低 咱们给它上机用设备检测一下 像这种刚才连接电脑有声音 但是没有识别出盘幅的 我觉得还是固件问题比较大 我们现在访问一下 可以看到 这里识别出来的容量是零兆的 再重新通电 也是一样啊 应该是固件挂了 现在我们给它拆出来 来做一下检测 应该沿这一个缝隙这里切开就行了 并不是那么好拆 这一个就是它的本体 再让我拆一下 主板这边我已经给它拆出来了 看着还是挺好的 另外接口这边的连接也非常的紧密 暂时没有看到拖焊的迹象 上面这里还有一层焊油 我估计对方也是自己尝试加焊过的 所以接口故障这一个结论 自然是不成立了 刚才我又向对方求证了一下 问他这一个U盘 是不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了 对方给出的答复是 确实有几年没有用过了 所以他这一块盘 就是一个典型的漏电盘 什么是漏电呢 写到闪存里面的数据 主要还是依靠电子进行存储的 主控再去识别里面的电位状态 把这些零和一的二进制 转化为我们可以读得懂的数据 如果他在一个闪存里面出现了漏电 就会导致电子出现偏移 这时候主控再去读这些数据 就会出现错误 虽然有一些纠正措施 但如果错的太离谱 主控肯定也会跟着一起纠错失败的 同理错误的数据上机的时候 肯定是无法正常识别到的 举个例子 你买的普通干电池 可能存放个两三年 就会出现自然的损耗 导致电量的降低 最终会彻底没电 所以我们要趁着里面的电子彻底漏光之前 尽可能的给他做一下抢救 对了 这一块盘从台湾远到而来 我都还没有好好招待过他呢 现在的天气又是三十几度这么热 我这里只有西瓜汁可以吗 我想他应该不会介意的 那就先请他喝一杯冰镇西瓜汁冷静一下吧 直接放进去 这一个盘现在待在里面 它应该是挺凉快的 里面的温度并不高 又过去了一天时间 这个溶液的颜色已经变成了墨绿色 底下是有比较明显分层的 越往下面颜色越深 有可能是主板上面的主汉层油墨 部分溶解在里面了 下面还可以看到一些沉淀物的深层 打捞上来吧 还行 本体还在 再请他洗个澡 目前我是给他换了一些纯净水浸来做清洗 因为里面还含了有一些三架的铁离子 所以这一个液体的颜色也呈现棕色 这个颜色它是会越洗越深的 现在这个盘是已经吃饱喝饱 顺便做完大保健了 你看它的脸都红了 那目前的招待工作算是已经完成了 希望它待会给我带来的是惊喜而不是惊吓 让我看看它这一个颗粒正不正常 轻轻一碰就下来了 芯片我现在给它连接好了 让我访问一下它里面的资料正不正常 电压调个3.3V 这应该是一个15纳米的TLC颗粒 我们直接读取 在经历了漫长的一个小时等待以后 现在芯片的内容倒是读完了 而且我也对它进行了ECC修复 前面一段还算是不错的 基本上都能绿 可是当我拉到它下半身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已经变得红肿不堪了 看来这个盘它是诚心 不让我对它进行完整的访问了 没办法放了几年的芯片 漏电损坏能力一半已经是不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件 这里还需要处理一下分区表 搜索一下 把这个地址填上去 这是一个FAT32的分区 文件列表还是可以打开的 但是里面依旧存在大量损坏的文件 就是前面亮红灯的这一些 因为数据在写入的时候 这个写入的位置都是随机的 有可能稍微大一点的文件 就落到了红色的这一部分区域上面了 目前我也只能处理到这一个程度了 剩下的资料它到底能不能成交 那就由对方说的算了 兄弟们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 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 这是我第一次恢复出来的效果 资料我大致确认过 确实是只有一半 好比如说这一张图片 它底下的另一半是明显没有显示出来的 如果我就这样直接提供给客户 大概率是会被拒收的 这样给别人的印象也不好 后面我又尝试死马当火马一 逐步尝试加大这一个电压 一直加到了四点几伏 重复尝试了有五次吧 才勉强把下面这一段也一起给滤掉了 目前的大多数文件都可以亮起绿灯了 数据量整体交个七到八成 我觉得是没啥问题的 百分百那肯定是不存在的 要不然它就不叫坏盘了 所以我还是不建议大家 把一些长期不使用的数据 放到U盘或者是固态硬盘上面 如果有条件的话 最好还是找一块机械硬盘去存放吧 这奖二军整体 Passover 事是明示白菜 壳的话 我们不是跟真 наблюд红 ald尺